你好,我們又見面了 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全日安 歡迎來到Raymond Wong 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汪汗編集報警》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訂閱 也希望大家把這個頻道的節目也幫忙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個畫面的底圖是Phoenix PP 幫忙做的 可能會有些東西遮蓋了 因為未調教好 我今天也很趕 有些東西未調教好的 如果有什麼不英俊的話 說過不好意思 有時候也沒辦法 微信的位置 放在這裡 大家可以 未加小弟微信 可以加好他 第一樣說一下 就是孟加拉 為什麼要說孟加拉 孟加拉 因為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有警示作用 有警示作用 有百多人 是因為警察 鎮壓的人 鎮壓的人 就搞到 一百零五個人 就是上一次看的數字 就是一百零五個人 就已經死了 還有幾百人傷 為什麼要說孟加拉 那件事 因為 有些事情 我覺得 有警示作用 為什麼要說孟加拉 就是因為有警示作用 現在孟加拉 已經不能玩孟加拉妹 不能猜猜孟加拉妹 羅伯仔 羅伯仔 不能猜猜 為什麼呢 他們已經宵禁 已經有軍隊維持秩序 如果你想在街上 孟加拉 孟加拉 羅伯仔 那麼 隔殺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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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繼續 騷亂 繼續 暴動 是有 問題就是 他們做了一些改革 什麼改革呢 就是 公務員 可以有百分之五十六的人 可以世襲 其實 孟加拉 是一個很腐敗的地方 這些腐敗 歷朝歷代都有 中國人 看得多 但是如果在 現代政府來說 有系統的腐敗 其實就是蘇聯 蘇聯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說蘇聯的歷史 有很多人覺得 中國也是學蘇聯的 但是 在這個新時代 中國和蘇聯 其實是拒絕不上什麼關係 這個我在節目裡說過很多次 尤其是 是習主席 打擊貪腐開始 有人說 打擊貪腐 只是 政治鬥爭 他看不到這件事的本質 現在習主席 打擊貪腐 連自己提拔的人 他的貪腐 都是會處理的 你看看 李尚福 那些就是 習主席提拔他的 貪腐 一樣沒有面子給 一樣收他給 那先說一下蘇聯 為什麼要說蘇聯 因為 如果你是說 現代政府來說 蘇聯是故意做到 腐敗有系統的做 蘇聯 因為蘇聯最初建立他們的紅色政權的時候 沒有什麼物資 那時候有一個糧食人民委員會 叫 渠魯巴 那 他是 有權力去調動 那些糧食 幾百萬噸 幾千萬噸 都可以有辦法調動 但是 他沒有 沒有留下糧食給自己 填飽的圖 那 列寧 怎麼做呢 做了一個 療養食堂 為什麼說療養食堂 因為看到幹部 喂 喂 不行啊 日夜操勞 自己也吃不飽 那麼 這個呢 最初就是關懷同志做出來的制度 但是 也種下了這個 特權制度和腐敗的根源 列寧 他覺得 共產黨人 是不會腐敗的 所以他沒有搞反腐的 反腐不是在共產黨的傳統裡面 就是 列寧還認為 他們那些同志 共產黨的同志 都是好同志來的 是不會 貪污腐敗的 那麼 列寧一直的看法 都是 這些都是 在物資 財產分配 是暫時出了一些問題 沒有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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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批評教育了 自罰三杯之後 批評一下自己 整個報告 又是好同志 今天也多謝 Kenneth Monk 你的支持 多謝你 其實這樣做的話 其實 完全不是懲罰 那些貪腐的人 那個貪腐的後果 基本上是零 貪腐是沒有後果的 所以 每個人都可以貪腐 對不對 每個人貪腐 其實 列寧的做法 就是 不要搞得太肉酸就算了 其實 去到某一個程度 這些貪腐的問題 就傷到筋骨 其實蘇聯 貪腐的事情 很早已經有了 這些是否國家 已經認清了蘇聯的問題 我就告訴大家 中國共產黨 是有幾百人去研究 蘇聯如何解體 是有幾百人 研究這件事 最少 現在大家都知道 蘇聯是如何解體 中國不會從道覆設 所以美國人他們覺得 中國也是另一個蘇聯 這真的是他們的誤判 史大林時期的時候 更誇張 列寧搞了療養食堂 即是吃不飽的幹部可以吃飯 接著 便變了療養食堂 做一些特別的貨品供應 特別的貨品供應 特別的貨品供應 有不同的檔次的貨品 有特級、一級和二級 那些職務越高的人 當然權力越大 特權也越多 他們的物質待遇 和普通人之間的差距很大 這些一定是有問題的 他們這些特別的商店 一般普通民眾不能入 史大林還設了一個特權制度 其實 那些官員在哪裏 都會有療養院 有別墅 還有一些特別供應的商店 還有那些子女讀書 又可以優先的 那些同志子女 父母呢 可以將自己的職位傳給下一代 這些是合法、合規的操作 那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你貪腐的東西 變成了合法、合規的操作 那些特權弄得太厲害了 蘇聯之後 第三代領導人 撥裂日聶夫 他更誇張 那些幹部有特別多的特權 特別多的特權 特工、特教 還有呢 子女繼承父母做什麼的 繼承權 還有 可以要大量的保鏢 還有呢 隨便可以拿政府的錢來使用 這是特別的權力 其實呢 孟加拉那套 和蘇聯那套都有點相似 尤其是是子承父業那部分 這些在中國大陸都沒有搞這些 因為這些根本是有問題的 一定是 那 那蘇聯 這些問題 中國當然知道這些 是不做的 孟加拉就全套接收了 孟加拉現在 他們的問題 某程度上都是 特權可以延續的問題 那 那 蘇聯沒有試過改革 蘇聯是試過改革的 黑魯曉夫做的時候 就試過改革 就是剛才我說的那個 那個叫 那個叫 我突然之間 對 砰裂日列夫之前就是黑魯曉夫 想改革的 改不了 其實就是 還被人藏起來 其實就是 結果他自己就是 搞到 那些特權階級 對他自己 這個黑魯曉夫 就是恨之入骨 那結果就是 被人政變 那 很淒慘的 那之後 大家都知道 蘇聯什麼時候臨當 八十年代 這個 戈爾巴喬夫上場 其實蘇聯的腐敗已經太厲害了 因為腐敗太厲害了 上層的官員 和 基層的人民的收入的相差 就太遠了 是差得太遠了 即是蘇聯他七十年就收了皮了 其實呢 他自己是整死自己的 因為美國的壓力是否可以整死他 說真的 跟美國打冷戰 這樣 整不死蘇聯 蘇聯是他自己 裡面的特權腐敗 搞得太過分 搞得他自己收皮 當然 美國他們 有搞其他事情 是令到 蘇聯要花很多錢去應對 舉個例子 有老點蘇聯搞星球大戰 這個 列根總統 專門老點蘇聯的 好了 但是蘇聯他自己 說真的 如果他自己的經濟實力是足夠的話 或者他裡面沒有那麼多特權 沒有那麼多貪腐的話 根本 都不會草草收場 Camp St. Lo 說 社會主義世襲 問題變成了特權主義 其實孟加拉就是變成了特權主義 即是孟加拉他們 本來立國的時候已經很有趣了 本來 孟加拉就是 巴基斯坦的一部分 他們就叫東巴基斯坦 然後自己搞搞搞 71年的時候 就獨立 去搞獨立 去到72年的時候 就變成了 孟加拉就是孟加拉 孟加拉就是孟加拉 孟加拉就是孟加拉就是孟加拉 那 為什麼 明明是要推翻一些 不是很有效的政府 就是 在巴基斯坦的時候 因為分成了東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 即現在的巴基斯坦是西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是同一個國家 巴基斯坦 但是為什麼要獨立呢? 就是孟加拉 他沒有辦法 他們覺得西邊幫不了他 孟加拉也覺得有事的時候 也不理會的 孤兒制一樣 好了,自己處理自己的命運 但是自己處理自己的命運 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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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主義狂奔 不知道,有些人搞什麼我都不清楚 老實實 我也不敢說他們是特權的 不過有些人是搞利益輸送 現在看得到 搞利益輸送 有些人還要是無私顯見私 總之有些人越看越怪 其實現在最嚴重的是有駐蟲 如果你說香港的問題 明顯是有人 穿香港桂桶底 這個情況已經很明顯 由三折賣地 三折不夠賣地開始 最初已經有網友說 三折賣地 分分鐘是利益輸送 我最初都說應該不會 但是 現在看勢 越來越像是利益輸送 Jason Tam 說 狂奔加疾走 多謝Jason Tam 你的支持 狂奔加疾走 我也不知道 看到情況 為什麼要開這個特別的直播 說是緊急的 就是有網友 提供了一些資料 提供了一些資料 發現了 那份 弘福縣那份合約裡面 有些奇怪的東西 但是我未查清楚 一定要說一下 我未查清楚 休息一會 回來講一下弘福縣的東西 因為有些文件 我其實沒有更新帶著 下載了 在另外一部電腦 那裏 在另外一部電腦 那裏 我又 想想想想 覺得 免得再下載多一次 因為 我這裏用的數據都是有限的 那 我沒有再下載多一次 也沒有時間仔細去看 因為 跟那個螢幕講了 我隨便在節目裡講一下就可以 但是 沒有辦法 仔細去看 他那份 合約 是怎樣的 那 也多謝LionKing88你的支持 那 Sam 不是 Sam出去 我看錯了 Jason Tam 對不起 現在都 頭暈眼花 因為今天 很累 開了半天的車 也多謝周蕭你的支持 Jason Tam有渠蓋的東西 這次跟渠蓋沒有關係 渠蓋沒有說要更換 多謝周蕭的支持 休息一會 回來 就講弘福縣 我現在講不定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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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